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渡市 满清历史最精彩的一幕 莫过于九子夺迪 康熙大帝生了那么多儿子 晚年找谁继承自己的皇位呢 每一个儿子都很优秀 说实话随便拿出一个来 达不到雍正的高度 也基本能达到清朝十个皇帝的平均水平吧 所以对于康熙来讲 是有点困难 这么多儿子每个都很优秀 选哪个呢 当然这也催生了后来的骨肉相残 到了雍正的时候 雍正选接班人相对比较容易了 因为红绿太突出了 以至于现在民间还有流传 说康熙为什么选择雍正呢 是因为康熙看好了红绿 所以因为看好孙子 才让孙子的爸爸继承了皇位 而到了乾隆年间 说实话乾隆的儿子也不少啊 可为什么乾隆年间 没有出现过九子夺迪 甚至乾隆还踏踏实实干了几年 太上皇呢 这是有原因的 以往我们就讲啊 这个满清皇室挺怪的 头几任皇帝啊 都能生出不少儿女来 到了后几任皇帝啊 儿女生的越来越少 似乎满清皇室遭了天谴一样 即便是前面这几代皇帝吧 康熙的儿子们大多存活下来了 而乾隆的皇子们 大量的夭折啊 据后世统计 乾隆爷生了27个子女 但是这27个人中呢 只有8个人活到了30岁以上 这个夭折率也太高了点了 你说乾隆那个身板 绝对是绿代皇帝中找不到的高兽者呀 这个父辈的基因很好 而妃子们各顶各那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父母基因这么好 又是当时第一家庭 不管是这个物资供应医疗条件 比当时老百姓强太多了 然而乾隆儿女的夭折率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啊 当乾隆晚年选择自己接班人的时候 根本不会出现九子夺迪的情况 因为他基本上没得选择 我们简单给大家盘点一下乾隆的儿子们 老二永连是嫡长子 是乾隆最终爱的青梅竹马的皇后所生 刚出生不太久啊 就被立为皇太子了 然而乾隆三年的时候 永连就一命无辜了 因为永连这个事啊 老大永皇和老三永章 全都不被乾隆所喜爱 于是相继在乾隆的中早期就死掉了 老四永成呢 过继给了乾隆的叔叔 早早的退出了竞争 不退出也白达 他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死了 最知名的就是五二个永齐 他是在乾隆三十一年死的 老六永荣呢 也过继给乾隆的叔叔了 在乾隆五十五年死了 老七永忠也是嫡子啊 是老二的亲弟弟 结果两岁就夭折了 老九老十死得太早 连名字都没取就去世了 老十二永连是后来那个皇后的儿子 可是看过环珠格格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个皇后特别不受乾隆待见 所以啊 明明是嫡子 永吉才混了个贝勒头衔 而且乾隆四十一年就死了 老十三永景三岁死了 老十四永路四岁死了 老十六也是四岁死的 干脆连名都没取 也就是说 在乾隆晚年 他实际上长大成人的儿子 也就仨人 老八永玄 老十一永兴 和老十五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而老八和老十一呢 品行不太好 不受乾隆爷待见 所以乾隆晚年选皇子的时候 实际上根本就没得选 只能选老十五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可以讲 可能是因为乾隆爷 实在是太长寿了 把他这帮儿子都给嗑死了 你想 康熙爷充灵登基八岁 死的时候呢 六十九岁 他那些儿子 小的可能十八九岁 大的四十多岁 基本都是成年人 所以康熙爷的选择范围特别广 而乾隆呢 说实话 乾隆真是太幸运了 二十多岁当皇帝 一当就干个六十年 自己能活到八九十岁高龄 所以咱这么讲 乾隆那帮儿子 即便没被他嗑死 恐怕要继位的时候 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何况这些儿子 一个一个都死在他前头呢 因此乾隆选儿子的时候 就没有九子夺迪了